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午夜前醒来 迷惘入海 繁星忘了灿烂 我们是小孩 独藏是小孩 单身在这烧船 热门口中放着深夜小船 恩与一处加班 风雨摇晃气干 热是热门无穷无尽的震荡 将逼我退下了 飞月两端 孤单 心在几落的遗憾 还是那万种潜伤的烦烂 一默默绽绽 一默默绽绽 那天灯 那光满 3 3 一默默绽绽 4 5 这一土是 命就回到 这一步 车完 这然后 我把把这一步 租给你 他要把这一步 给你 你给你 自己去 是 老人家 跟您问一下 这个镇子的曼科寨怎么走啊 二位先进城 沿着这个大街一直往前走 不远哪 就能看到这个曼科寨的招牌了 好 多谢啊 不客气 走 飞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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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会这么死了吧 飞鸟 你不要丢下我 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飞鸟 你不要死 不要死 你才死呢 飞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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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你 你不会轻易丢下我的吗 你才死了呢 你就不能轻点吗 断了断了 我刚才真的差点以为我再见不到你 打住啊 咱俩复大命大 想死难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喂喂喂 这个云你怎么这么接啊 飞鸟 我突然觉得 我飞鸟 有鬼朋友 好了吗 好了 这空气是挺稀薄的 什么鬼地方啊 你看到紫苏了吗 没有啊 快找找 快找找 紫苏 你脑都很严重 快拿你 我留把乡停不用 librarian 柯大人 其他人都死了 就是那三个活的 把这三个还活着呢 给我带回去 是 过来 把这几个带回去 是 是 那三个活着呢 二位 里边响 您请坐 来 这是曼卡扎吗 是啊 小二 这两位客官等我来招呼吧 你去准备点好茶 好嘞 两位客官怎么称呼啊 这 这是我们上老爷 我是他的管家 姓曹 小女子千寻 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 对了 两位想吃点什么呀 你这里有什么上好的菜 我们呀 有专门为贵宾准备的好菜 放心 帮你们吃过了满意 小二 准备好菜 老板娘 我给你打听一下 你有没有最近见过 一男一女 一位少年 一位姑娘 那位少年 大概到我这里这么高 都成口音 那个姑娘呢 她 两位 不是我有什么事情 要瞒着你们 我这个客栈虽小吧 可是每天进进出出 来来往往的 也有好几百号人 你让我记得 每个人的身高 长相 口音 那哪怕 你再给我十个脑袋 我也记不住 对不对 是 这 我只是在哪儿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蝴蝶 湛雄妃 元帅 湛雄妃 子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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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雄妃 元帅 湛雄妃 子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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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帅 子苏 湛雄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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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苏 子苏 这边 二位请稍等 我先进去收拾房间去 好 郡上 这个老板娘肯定是知道些什么 她也太老江湖了 你说滴水不漏的跟咱们打太急 你说那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郡上 您在找什么呢 你看 这是 白泽他们 一定来过 这就是朕跟他们约好的暗号 来 老板娘 两位客官 这是本店自酿的薄酒 送来给二位品尝品尝 谢谢啊 刚刚对不住二位了 在外面呢人多口杂 不方便说话 我猜 二位是从都城宫里出来的吧 何意见得 啊 可现在呢 一下子来了良匹 而且呢 还随随便便地被人当了座绩 你猜 我会怎么想呢 厉害 老板娘观察如微啊 佩服 佩服 这么说 你们是承认你们的身份了 既然都给你看穿了 我也实不相瞒 没错 我们是从宫中出来的 你千万要保守这个秘密 我们从宫中出来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寻找一对 从宫中逃出来私奔的 宫女 太监 对了 老板娘 如果你有他们的下落 也请告诉我们 曹公家 这宫中的宫女太监 成千上百 逃跑两个 值得你们花这么大的心思 来追捕 这 我呀 也只想安安稳稳地 做我的生意 其他的 我一概不知道 就如同 我不会像别人 透露你们的身份一样 杀人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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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们 刻图大人给我们 带来了鸡品 鸡品即将给我们 带来雨水和甘露 我们这次不缺水喝了 杀人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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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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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好痛 投降 投降 好 脚蟹投降啊 坐下台班 投降 原来跟踪我们的是个小不点啊 明明你才是个小不点呢 你穿成这样怎么不奇怪了 明明你们穿的才更奇怪呢 我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打扮的 你们是外面来的 我们 你就别管我们了 我们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石头 石头 好名字 那小不点你家住哪啊 我都说了 我不是小不点 我叫石头 我家住那 那小不点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姐姐 对对对 我都说了 我不是小不点 我是石头 我没看见 那小不点 那小不点 你知不知道 我们那个就 我不理你们了 我都说了 我不是石头 我是小不点 那你到底是小不点还是石头啊 算了 咱们去找紫苏吧 找到紫苏以后再往那边走 去他们村子 嗯 走吧 来来来 你们的酒 来来来来 多好啊 谢谢老板娘啊 老板娘 来 陪我们哥 女哥 来喝一杯 来吃喝 老板娘 来喝一杯 你们喝吧 这样吧 这顿我请 好不好 不行 先我们没钱啊 就是啊 来喝一杯 不是这个意思 来 来吧 来吧 我不喝啊 你把这杯喝了 不喝 我今天真的不想喝 别说了 喝一杯 继续喝 我今天真的不想喝 还不快给我滚 别走啊 别走啊 还没给钱呢 跟我回来 我说过 我要回来取我的琴 现在可以把我的琴还给完了 还有 我饿了 给我作业有面条来吃 今晚 我要住在这里 君上 君上 一块躲一躲 上面来着个杀手 不会是钱一手吧 客官 这边请 他怎么会在这儿 难道白泽他们在附近 不管怎么说 咱们不能被他们碰见 快 快 走 二位请留步 二位打扰 看来今晚 我就住在你们的隔壁 也算是有缘 就跟二位过来打个招呼 有缘 果然是有缘人 那请问二位吃过了吗 没吃过了吗 吃过了吗 没吃过 那到底是吃过了还是没吃过 吃过 那不管你们二位是吃过了还是没吃过 待会儿呢请二位赏个脸 我们一起去吃一走 这 好 既然是有缘人 我们吃点东西 来 走 好 小二 准备饭菜 好嘞 稍等啊 我先回来 灵主请坐 你们还没看到新灵主吗 还不赶快参拜 参拜灵主 请安 等我上位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谢灵主 可妥 你现在坐这个位置 为时过早 严公 我们族伟大的预言者 原来您在这儿 是这样 今天我们带回来三个祭品 想请风夕灵主过目 我想您应该知道 他在哪里吧 风夕灵主 刚才又陷入昏迷了 今天没法看你的祭品了 那太遗憾了 严姑 加上这次的祭品 我献祭的数量 已经超过风夕灵主 这按照足规来说 我是不是应该 预言说了 新的灵主会带来水 这次献祭之后 血雾森林肯定会给我们 带来陨路的 预言说 新的灵主会一劳永逸地 解决水源问题 而不只是下一场雨 这么简单 好 好 好一个预言 我明白了 你等着 你提出那些刁难我的问题 我总会解决的 我告诉你 我是目前唯一一个 适合统治杀人部落的人选 除了我 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这到底是哪儿啊 谁啊 原来是个小不点啊 小不点 怎么今天这么奇怪 我再说一遍 我叫石头 我不是小不点 好好好 小石头 我有话要问你 小石头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有没有两个男的 进过这里啊 你要 要怎么出去 你知道吗 不要杀我 你说什么呢 谁要杀你啊 小石头 不要杀我 你别跑啊 别跟着我 站住 不要杀我 站住 别跑 不要杀我 小石头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可算抓到你了 来 二位 请 请请请 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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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怎么都不动筷子 这 我们本来吃的就少 那请问二位 平时是做什么呢 这个 那个 我来说 那个呢 这个 他们俩呀 是一对叔侄 他的媳妇呢 被人拐跑了 叔叔 就帮着追到这儿来了 也是一对苦命人哪 老板娘啊 对 实不相伴 我跟我叔叔一路走来 可惨了 都是那个臭婆娘 我定要抓到她 抓她回去 我吃饱了 我得去歇息一下 我也饱了 对 这 叔叔啊 你要去方便一下吗 我叔叔习惯了 吃饱了就去散一下布 好了 这顿饭就谢谢了啊 我先陪我叔叔出去一下 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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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叔叔叔叔 君上啊 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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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二位怎么这就走了呀 老板娘 你开他这是什么黑店哪 这两匹活生生的马 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你们骑那么名贵的马 没有贼人惦记就怪了 我要是开的是黑店 刚才还会帮你们说话 那 别吵了 我没有趁前一手反应过来之前 赶快离开 前一手 你们知道他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现在没空解释了 你快告诉我们 有什么办法我们能安全离开这里 你们哪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应该可以碰到一对经过的流民 混在他们当中 离开吧 什 什么是一对流民啊 不愧是从宫中出来的 真不知道百姓疾苦 所谓流民就是那些到处乞讨 哪里有饭吃就去哪里的人 那不就是丐帮吗 怎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吃不上饭 上了 侯爷 赶快走吧 好 谢了 我看刚才那两个人 慌慌张张 神色异样 一定是心里有鬼 他们什么来路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再说 你身上杀气那么重 谁见到你不害怕 好 不肯说是吧 她不说 你说 我说 我说 老板娘说他们是宫里出来的 还没有避免 果然猜得没错 你真没出息 来 过长啊 好 走 来 处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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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杰 马达达 你们没事吧 你们没事吧 这是哪儿啊 刚刚我们不还是在 虚无森林吗 怎么到这儿来了 全是金子 看什么全是金子 兄弟 你这儿要不要你不要 你给我 听听听 闭嘴吧 在这儿真正值钱的不是金子 而是每一滴水 这也是最珍贵的 所以啊 你把这儿省省你们的口水吧 我拿水跟你换 我有的是水 你把这给我行不行啊 我跟你说啊 紫苏公主说的果然是真的 这儿就是金矿 这个部落的人绝对是 视金子如粪土啊 这儿放咱们那儿人人都是大财 你听吗 你们发现没有 这里的金子全都是开采出来的粗金 他们好像不知道怎么提炼 纯金啊 咱们管它 我告诉你 它不懂 咱们懂啊 咱们运到别处了 咱们自己再提炼 这儿就金矿 我那星盘 不能找着金矿在哪儿吗 星盘呢 星盘哪儿去了 什么你拿了 没在我这儿 你弄哪儿去了 什么你拿的 什么你拿的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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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两个东西 根本不是什么藏宝图 也没有什么宝藏 你扯什么扯啊 这儿就是金矿 样毒吞是吧 是吧 我什么宝藏都不想要 什么金子也都不想要 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也不知道展雄飞他们去哪儿了 好 紫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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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怎麼了 有肉香 餓裏整天走三個東西吃了 好大一塊肉餵 等一下 等一下 元帥 你不覺得奇怪嗎 這些屋子都在樹上面 那怎樣 你沒有聽師三姐說過嗎 什麼東西 才住樹上哪 對對對 有啊有啊 你沒聽叔叔人說過嗎 這兒的東西 不敢亂吃的 怪物 我剛問的是什麼呀 誰 噓 快搜搜 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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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在這兒待著吧 我在這裡啊 追 站住 靳靳追上來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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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跑 站住 快 快追 站住 站住 你 你們 一起上吧 你怎麼直接動手了呢 他竟然會說話 而且 他穿的衣服多可笑啊 多奇怪 他 他就是個怪物 怪物 你才怪物呢 怪物 怪物還生氣了 太可笑了 好 來 把他給我拿下 來 上 人呢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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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放開 軍上 趕快離開這兒 這兒不是九六之地呀 站住 來了兩個有錢的主 你倆哪兒來的呀 兄弟 我看你這身衣服不錯 借我穿兩天嗎 把手放下 離遠點兒 這兒還一個充大個兒的 兄弟們 把那件衣服給我扒了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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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不要啊 拿過來 不要啊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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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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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 對 快點兒 你還愛 ASH 客人 快點兒 幹JE 还要回去 不然怎么办 现在马都没了 难道你要真扣两条腿啊 不是 那前一手 朕决定了 我就要赌一把 我就赌那个前一手 想也想不到 我们还敢回去 我藏了金子 什么呀 军伤 这么割脚 您竟然还跑了这么远的路 好命啊 前一手 严宁 不散 他又来了 你别 接着 金子 他偷了我的金子 看到了吗 金子啊 别跑 站住 别跑 藏得来了 别跑 这也在哪儿 快 抓住 快 抓住 快 拿出来 快 拿出来 干什么 把他精神给我搜出来 放开我 放开我呀你 他是什么人 回村长 这是我们从树林里 抓的怪人 你才怪人呢你 闭嘴 他不是怪人 他只是穿得奇怪 像个怪人罢了 不是 放开我 你们把他这身怪衣服换下来 给他换一身干净的 正常的衣服 把他带到我那儿 我有话要问他 是 走 干吗干吗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 我自己会换衣服 我跟你说 别别别 好了好了 好 参见君上 微臣救下来迟 还望君上恕罪 丁大人知道 君上微服出巡 派微臣前来 特意保驾护航 本来朕这次 是微服出巡的 现在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 这次出巡也失去了意义 曹公公 在 咱们回宫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君上 找出这好衣裳 是 果然说 在 在 不 这 好 有 帅 好 的 看 话 说 小石头 小石头 快快快 起来 快起来 这么高 要怎么上去啊 小石头 你怎么流这么多血啊 疼不疼啊 怎么办 刚才那么严重的伤 怎么突然就好了 你怎么和展雄妃一样啊 你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从小一直都是这样的 一直这样啊 对啊 不光是我 我们村子里的人也都这样 咬一回 隔壁大叔砍柴 让熊咬断了双手 第二天就长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这么普通的事 你为什么要大惊小怪 难道你不是这样吗 我 我不是啊 姐姐 你这么奇怪 难道你是怪物吗 我是怪物 你才是怪物呢 你肯定是怪物 你才是怪物 你是怪物 你才是 你是怪物 我 大人 封锡灵主要过来 过来就过来呗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她已经病了快一年多了 大家心里都有书 我现在顺从她 我现在顺从她 只是希望道士继位的时候 能少一些麻烦 大人所言极是 前几天 给封锡灵主看病的大夫告诉我 病情又加重了 可是啊 我们还是小心为好 封锡灵主到 走 参见封锡灵主 好了 这些梵文如节就算了 都起来吧 起来 起来吧 谢灵主 灵主 您身体不好 应该多多休息才是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今天感觉好些了 过来看看 安静 安静 大家听我说 科图大人 成功地带回了三个祭品 我们会挑选一位 送到血雾森林去 到时血雾森林得到慰藉 甘露 就会降临到我们这里 他们三个其中有一个领队 将是第一个祭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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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啊 好 是啊 回来了 行 差不多了啊 走吧 好 你没听叔叔人说过吗 这儿的东西不敢乱吃的 这是飞哥的衣服没错 好 飞哥不会被煮了吧 我 飞哥 飞哥 原来是猪耳哥 不是飞哥 你们现在看我不像怪人了吧 不像了 说你怪不怪 不是你的穿主 是你的言谈举止是否得体 你是说我举止不得体 你自己说呢 你自己说的 这就对了 我叫十三 这里是云中村 我是这里的村长 云中村 兄弟怎么称呼啊 展姓贝 你干吗 你们都下去吧 下去吧 来 出去吧 今天我叫你来 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你说 我们云中村天辟隐秘 自仙人创建以来 千百年来与世隔绝 我们这里的人不会出去 外面的人也不会进来 这算起来啊 你是第一个陌生人 走到我们村里 我想问你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小小年纪 也就不好好说话 罢了 就你一个人 就只有我一个人 你们抓我的什么 不都看到了吗 就只有我一个人 这就奇怪了 就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跟你说啊 我也是有脾气的人 我也不是硬要 厚脸皮赖在你们这里的 我也是想要走的 兄弟兄弟 别误会 别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管你是怎么来的 咱们终归是一路人 外面很危险 你就安心地住下去 我们云中村的人都很善良 千百年前我也和你一样 为了躲避外面的追杀 才来到这里 这里与世隔绝啊 那些要杀我们的人 绝对不会进来 你以后就在这儿 安心地生活吧 不是 什么杀你杀我 与世隔绝的 您说什么呢 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啊 懂也好 不懂也好 既然你来到这里 这别的都不重要了 忘记那些可怕的事情 重新开始生活 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云中村 我已经吩咐下去 让他们给你杀猪炖肉 为你接风 相片的朋友们陪我多久了 安慰的话也听你了 凡复在勇敢和崩溃中拉扯 我呐喊要自己撑着 清晨三年我还清醒着 一夜后面可遇不可得 不小心想起你都怕打扰了 回忆被推翻成一种罪恶 很爱过一个人 左右如何寂寞也只是过程 我们还有下个人在等 那些美好我会记得 苦苦苦苦苦苦苦就变了 感谢你的选择 别连强祝福了 像个城市 很爱过一个人 痛也值得 多么快乐 该学会了 舍得那些舍不得 很爱过一个人 左右如何寂寞也只是过程 我们还有下个人在等 有一点遗憾我更完成 完成